我从圣经去给大家看到,圣经是有讲到,我们经历圣灵的时候,或者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是可以有我们的身体被影响的 让我们知道这件事并不是可以分辨到,只是看身体经历一些摇动,或者是震动,或者是跌倒,不能够因为这样而说,这个就是邪灵 但是在现在基督教圈子,是有些人定了它为邪灵的,不过这个属于少数的 有很多中派,他们都不会否认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过他们就说,他们不会跟从这个路线 他们就觉得,就是好像任君选择,就是可以选择不同的路线 那其实呢,圣经讲到,神说在末日子,我要将我灵敲灌烦有血气的,所以并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而是神的心意来的 就是我们应该以神的心意为念,但是因为圣灵工作实际上是 产生对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强烈的影响 所以,很多人就不明白,他们就抗拒,因为他们习惯了,基督教就是 他们是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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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他們失去了神的聖結、公義、慈愛、喜樂 但是他們依然會有類似的身體的彰顯 當邪靈臨到人身上 一樣他們會震動、會跌 以及也可以透過按手傳遞 所以是有類似的地方 不過我們從果子知道這個是聖靈、邪靈 其實聖經是先講的 聖靈會帶來這些身體的表現 所以原來就是神的工作可以叫人去影響人的身體 然後因為邪靈是出自神創造的天使墮落 所以他們都有類似的經歷 就不代表所有這些經歷都是來自邪靈的 我們今天看的經文第一就是啟示錄一章十七節 講到約翰 現在看到耶穌就扑倒在他面前 好像死了一樣 然後耶穌安慰他 用右手按住他 就說你不用怕 那麼這個經文呢 中文聖經翻譯就扑倒 其實原文是跌倒 是沒有講到向前還是向後的 那麼有些人呢 就根據中文聖經和本翻譯做扑倒 他就說呢 如果是聖靈工作就會向前扑倒 如果邪靈工作就向後扑倒 那這個呢 其實是向後跌 這個其實是沒有聖經的支持的 原文呢 根本是跌倒 就是說 當約翰見到榮耀耶穌 雖然他在世上看到耶穌很多 但是耶穌在榮耀的狀況出現的時候呢 約翰都頂不住了 他即時就跌到地上 好像死了一樣 即是沒有力了 那麼這個就是告訴我們呢 神的動作是可以影響我們的身體的 就是他非常之震撼性的 它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所以呢 我們知道的時候呢 我們就自己就接受明白 神的工作可以影響人的身體的 然後呢 接著呢 就是《摄羅人傳》九章三至四節 就是《摄羅》 摄羅 摄羅 你為什麼逼迫我 那麼而這裏呢 扑倒也都是跌倒的 就不是向前扑 只是說到他跌倒 就是兩個經文都是說到呢 他們見到耶穌呢 他們就跌到地上了 所以這裏就看到 神的同在 是可以影響人的身體的 那麼《約翰福音》十八章六節呢 就說到 那些兵丁捉耶穌 那麼耶穌說你們找誰 他說找拿撒勒人耶穌 耶穌說我是 那些人就退後跌倒在地上 那這裏呢 就是退後的 就是 那由這個退後我們都不能夠說 有些人就會這樣說了 那些人不信耶穌 所以就退後了 哦 信耶穌就跌前了 但是其實是沒有 沒有聖經的 清楚的指示就是 跌前跌後有沒有分別呢 因為根本是《約翰福音》和蘇羅 那兩次呢 都是跌倒沒有說到他 向前還是向後的 然後呢 《彈以利書》第十章八節開始那裏 就說到《彈以利書》呢 見到異象啊 因為當時那些人呢 走了很害怕啊 那麼呢 他見到這個大的異象 他就混身無力 面貌失色 毫無氣力 那麼呢 然後有聲音 他聽到有聲音 一聽到他就面伏在地沉睡 就是 他講到他自己呢 好像睡了覺 那麼呢 就 應該不是睡著啊 應該是指到他整個人躺下啊 或者好像一個伴帥的狀況啦 那麼因為他根本就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有一隻手按在我身上 叫我用膝頭和手掌支持微喜了 就是能夠起身了 少少起身了 十七節 那就 我一見他就講到 我一見這個異象就混身無力 毫無氣息啊 那麼然後呢 就有一個形象 像人的 又摸我 使我有力量 那這裡呢 就看得到 但二里呢 也都在見到異象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了力氣 然後呢 就有 有一個人那樣啦 好像人啊 可能是天使啦 那麼呢 就 也都可以是一個 就是 因為當時的經文有可能是講到 基督在舊藥的顯然的 那麼呢 就然後呢 就摸他的時候呢 他就有力量了 那麼這裡都是講到 但二里 是受到神的同在影響 他是會跌在地上的 然後歷代之下 五章十二到十四節 當時有一百二十個祭司 他們呢 在上文呢 講到他們一路呢 去 去 去 讚美神啊 和奏樂器啊 這樣的 那麼呢 他們一齊呢 吹號 聲合為一 讚美感謝耶穌華 那時候耶穌華的電有魂充滿了 甚至祭司不能暫立功職 因為耶穌華的榮光充滿了神的電 那麼這裡講到呢 就是神的榮耀充滿 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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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獻 所羅門獻聖殿的時候發生的事的 那麼呢 跟著呢 就 他呢 就 嗯 就是他們都不能夠站得住 在這個神的強烈同在的時候呢 他們不能夠暫立功職 因為神的榮光充滿那個地方 神的榮耀充滿那個地方 讓那個地方呢 是 滿有神的同在和能力 那麼那些祭司都站不到了 就是都是講到在神的同在人站不到的 那麼我們今天所看的這個呢 就 讓我們看得到呢 就是 神的同在可以影響人 那 就是影響人的身體啦 而這個影響身體呢 因為聖經是沒有 詳細再講到有其他方面的影響 只是講到跌倒 或者站不到 或者沒有力 就沒有其他的跡象啦 那麼我們就 嗯 就是怎樣去回應呢 譬如說有些人他會震啦 那麼就 我們怎樣去分辨呢 就說我們從我們 就是我們身體的 就是我們的生命的改變 我們的生命改變就讓我們呢 是知道這個是出自神的 但是 也都有其他的表現啦 就是譬如震啦 啊 搖動 那我會解釋為 就是沒有那麼強烈 跌倒 沒去到跌倒就搖動啦 那麼而震都是影響身體的 那麼所以 那個整個原則就是說 聖靈的同在 神的同在 是可以影響人的身體 那麼所以可能有其他方式 可能是震動呀 有能力流過他呀 那就是可以有這些其他的表現 那麼而最重要的分辨就是他的生命的果子啦 就是他會知罪 他會悔改 他會親近神 還有他會帶著能力去祝福人 這個呢 就證明他是 是來自神 不是來自邪靈 那麼這個就是那個分辨的方法 那麼 跟這個類似的呢 另外的經歷呢 就是有些人會哭得很緊要啦 就是 在聖靈的聚會呀 有時候呢 感動得很緊要 那麼這個事情其實發生不單止在聖靈聚會的 在很多報道會呢 尤其當那個贖靈氣氛是強的時候 就是那個神的同在強烈的時候 無論因為那些人的狠切禱告 或者是講完或者領敬拜的人 令到整個群體渴露神的這種情況呢 都會有些人很感動的 那麼這個支持在哪裡呢 就是我這裡沒有寫出來 就是以賽書六十一章一到三節 就是呢 講到呢 是神差異我們醫好傷心的人 就是神會醫好傷心的人 因為有些人呢 他的心靈裡面是很 非常之強烈的憂傷啊 很多重擔 很多抑鬱壓絕 那麼所以當他一經歷到一種很震撼性的 神的愛和平安安全感 安慰臨到他身上的時候呢 他是很感受愛 所以他很自然地會哭出來的 那也都哭的方式呢 是不同的 有些人呢 是輕量的感動 有些人是強烈的感動 有些人是釋放的 釋放什麼呢 釋放一些憂傷 就是他裡面很憂傷 很多強烈的情緒 當在神的同在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很強烈地去經歷到神同在 帶來的那些心靈的影響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會有時候見到一些人的反應 而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果子是令到他們真的感受神的愛 和對神有回應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那樣東西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邪靈 因為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會哭到這麼嚴重啊 這麼失控啊 就是沒有秩序啊 那他單是用保羅講到 在那麽多次原書14章那裡講到 就是說有秩序那樣東西 因為那裡講到就是說 講謊言的時候順著次序講 還有有翻譯就是這一種的次序 並不否定當人經歷聖靈的時候 是可以很強烈反應 其實我們看回耶穌 他跟人講邪靈的時候呢 那些情況都有時候都是很強烈的 就是如果有些 有些比較傳統的人呢 他們見到耶穌講邪靈呢 他都可能會很害怕 他都說這個是不是神啊 為什麼會這樣強烈的反應呢 因為他們的觀念呢 就是覺得 基督教應該是很平靜的 不應該有些很震撼性的經歷的 這個是一個假設 是聖經沒有講到的假設 其實聖經也是講到很大的喜樂 就是 比如說天上都為他歡喜 就是神 神是一個喜樂的神來的 他又因我們喜樂而歡呼的 就是神可以開心到這樣的程度 也都講到醫好傷心的人 所以也都會很強烈去影響 人的情緒 他的感情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 就是講邪靈的時候 他的情緒反應也是很強烈的 因為他可能有很多懼怕 很多邪靈的反應啊 令到他呢 是有很強烈的反應 那這個都 就是有些人也是不接受 還有呢 也都覺得今天再沒有邪靈的了 或者因為覺得 哇有邪靈 哇一會兒 就是有些人很害怕啊 上了傳媒 那又怎樣啊 人家說我們這個教會 有趕鬼啊 其實很奇怪啊 在社會上呢 很多人就會追求那些 奇異的經歷 就是電視都有那些這樣的節目 但是呢 講到我們可以趕鬼呢 他們就覺得 這個東西呢 是太怪異了 就是那些 正的 真的能夠做到一些 果效好的事情的 他們就抗拒 但是呢 對於 就是 有些人其他的那些 接觸靈界呢 他們又好像 就是 又能夠接受 那這個 就是都是一種 不協調啊 那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呢 神的同在可以影響我們身體 也都影響情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就是 去回答這些人 用這些經文 那另外呢 我也講另一件事呢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 他是很追求那個經歷 他因為他 參加過不同的聚會 那他所以呢 他是很想 很強烈的經歷 所以他們會 在這個經歷裡面呢 他又哭又叫 他們呢 就會很 很強烈的經歷 就是 他們自己放 就是自己在那裡 很喜歡神 很喜歡這個經歷 於是呢 他們就在那裡跳啊 有時候他自己加強的 或者自己喊啊 是 他有想喊的心 但是有些人 他是選擇這樣做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 就是 可能有些表現呢 是非常之強烈的 好 那我現在 基本上這堂 就解釋了 就是 聖靈的同在 神的同在 會影響人的身體 也都會影響人的心靈 那有些人說 神會 那為什麼你們會呢 那你們又不是神 但是因為我們有聖靈充滿的時候 神的同在 強烈的時候 也都會帶來的果效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的 我們怎麼看到呢 我們看到就是 當我們 去 就是譬如我們在聚會那裡 有人有邪靈彰顯 我們跟他祈禱 是很明顯看到 神 作供 將那些邪靈彰顯出來 以至那個人 都不能夠抗拒 神的工作 那些邪靈都不能夠抗拒神的工作 其實是 很顯明 是神做工的 還有 有些人的更新 如果聽他們的見證 是很明顯見證 是真實的 所以 聖靈充滿就是 神強烈的同在 所以即使我們是人 但是神可以在我們 親近神的時候 去做很大的工作 情難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